Hello,大家好,我是Josie, I'm a social worker and a spiritual counselor,我是一个社工和灵性咨询师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预言 为什么想要这个话题呢,因为现在我们之前很多人都在心象学家都在说 我们进入了五星连珠的实现,然后马上我们明天到2月10号还是几号 就会进入一个六星连珠的阶段 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要说这个六星连珠到底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是有很多人包括很多灵媒啊,占星师啊,通灵人啊,甚至外星人啊等等等等 就开始预言说2021年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什么样的变化 那人类in general又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就看到很多关于预言的东西 不管是在YouTube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很多关于预言预测未来会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的预言一直都有出现 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一直都有预言这件事情 不管是在埃及文明,玛雅文明以及以前的洞穴里面的猿人嘛 洞穴我们还生活在洞穴里面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了关于预言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预言对于我来说,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预言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看法啦 因为我觉得预言对于我来说啊,就好像我们总是想要试图让一些事情按照一个计划走 就他就像是预言,就好像是科学理论一样 就是我们比如说研究一个理论好了 小孩子的依附理论 比如说心理学里面就是小孩子依附理论 就是说小孩子啊,他一定要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很轻 这样子他才能够健康成长 那其实就是一个理论 当很多很多的人同意这种理论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种事实 就像我之前有聊过的关于群体意识这件事情 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理论 或者是这个概念 他就会变成一个事实 当什么时候这个事实不再成立呢 就是当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这个意见的时候 这个理论他就会不再成立 就比如说以前的人啊 都会相信地球是方的 对吧,直到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是 地球是圆的 那现在我们都相信地球是圆的 它是一个事实 但是在中古世纪之前 地球是方的 这才是一个事实 所以说我觉得预言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想要去找预言这件事情 其实只是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来告诉我们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灵魂铺陈当中 我要说的是其实没有人会知道的 比你会更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说预言的人 他们也是活在他们自己的灵魂铺陈当中 而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有的人呢 他是可以预言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 以及在他的灵魂铺陈当中 比如说未来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说人生啊 这种高龄的安排就有点像 有点像弹乐器有没有 就弹乐器的时候 你不可能会看着下一个音符弹这一个音符 在我们学乐器的时候 你永远是看着这一个音符 把一个一个一个的音符弹完 然后我们才会谱写出来一首曲子 才会谱写 为什么会有那个表情出现 请问我是哪里说的不好吗 才会谱写出来一首曲子 但是预言就有点像 我告诉你你下一个音符要谈什么 或者是你下两个音符要谈什么 然后你谈下两个音符 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说 我们现在的现在要做的这一个音符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说 活在当下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是以未来为导向 有很多人以过去为导向 但也有很多人以未来为导向 他们就会想说我要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寻求预言 但是当我们在寻求预言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再真真实实的体验 体验现在的物质生活 因为我们要相信什么东西的选择权 永远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那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影响很大的事情呢 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新冠病毒 金融危机 或者是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 这种不稳定的感觉 我觉得会是一种群体意识被推动 这种群体意识被推动 因为群体意识其实一直都在被推动 它其实没有一直保持静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群体意识和 古时候人的群体意识是完全不一样 或者我们就讲说十年前好了 我们现在群体意识和十年前的群体意识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push我们自己 然后让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 或者是行为模式 这样子我们的灵魂才有办法学到进步 才有办法就是做到我们真正想要做的功课 所以说我觉得预言可以参考看看 但是你可以参考看看说你会被哪一种预言吸引 也就是说你的群体意识或你自己的思维模式 会跟哪一个群体是比较能够相吸的 或者是比较能够契合的 那自己会不会被预言会不会成真呢 就是看有多少人会相信他 那他在相信他的那个群体里面 他就会是他就会变成一个实事 这也是其实能量的一个最基本的运作群体意识的形成 其实我们可以试看看如果我们不看新闻 不看任何的资讯 试看看一个星期 就想想说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我们就会了解到我们自己 到底是被外在的这些东西影响了多少 所以我一直认为啦 我们预言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就像弹音乐 我们到底是要看着下一行的曲子 下一行的谱子来弹 现在我们来弹的这首歌 还是说我们现在把我们现在的音符 一个一个弹好这样子 那给大家一个意见参考看看哦 不小心按到 谢谢来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